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U20男足亚洲杯的比赛 那中国队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是以2比0击败了沙特队 同时沙特队也是本次比赛的未免冠军 可以说是爆出了此次比赛的最大冷门 或许在赛前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好中国队 但是这场比赛的暴冷除了说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打得非常的好 另外的话呢,战术相当得当之外 那么对手的发挥,尤其是进攻效率的下降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沙特队之所以暴冷输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太过狂妄,目中无人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沙特队就一直是以强者自聚 他们表示中国队的进攻不好 他们不敢主动进攻 所以说这场比赛沙特队会有一个非常凌厉的攻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场比赛 沙特队在一些核心数据上面,比如说控球时间 他们以74%对26%遥遥领先于中国队 就是90分钟的比赛有70分钟球是在沙特人的脚底下的 同时射门数,他们也是中国队的两倍16比8 但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队的反击 认为中国队没有任何的进攻能力 所以说在防线,在中国队进攻的那20分钟的时间里 他们每次几乎显得都是手忙脚乱 才最终被我们反击得手 而且在赛前的话,沙特队的主教练甚至扬言 中国队只会编路传中 意思就是我们打不了地面配合 而这一次恰恰有打脸 尤其是第一个进球 正是源于中国队精妙的地面配合 从内部打开了空间 然后从左路一路沿着横线传球 传到了右路的一个无人防守的区域 最终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让中国队彻底把局面给打开 也让沙特队心情就变得比较的慌了 然而在比赛之后 沙特队的主教练依然是不依不饶 嘴上是非常的硬 可以说是输球不输阵 但其实现在看来真的是输球又输人 他表示中国队能够赢球 就是因为运气好 而且的话沙特队是未免冠军 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他表示沙特队下一场比赛 一定会战胜日本队 然后从这个小组当中完成出现 他想调中国队能够赢 只是因为两个反击 打的效率很高 运气太好了 但其实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中国队这场比赛 其实至少有四次非常完美的机会 特别是在第一个进球和第二个进球 中间中国队也获得了一次三打二的机会 只是因为我们的队员 当时可能刚进球之后 太过于兴奋 信心爆棚 结果运气要远射 匆匆结束了这次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沙特队的主教练 可以说一直到输完球为止 都不认为他们是输在了自己的准备不足和实力方面 包括第一场比赛 其实他们1比0战胜 吉尔吉斯斯坦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一批沙特队的队员 跟上一批夺快的那批队员的质量 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他们的主教练认不清这个事实 认为自己能够赢中国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输中国队完全就是运气问题 自己的打法没有任何的可挑剔之处 这恰恰是他们输给中国队的一个根源 也给了我们一爆冷的机会 沙特足球在整个2020年的确是非常的辉煌 可以说是亚洲足球圈里边 唯一能够跟日本交交板的 他们在世界杯上成为了唯一一支战胜了的最终冠军阿根廷的球队 在首场比赛里边他们就战胜了阿根廷 同时他们的俱乐部获得了亚聚杯的冠军 而在今年的话沙特也正在积极的筹办 接下来的2036年的世界杯 所以说整个沙特足球的确是非常的引人关注 包括引进了C罗 使沙特联赛也成为局势瞩目的一个联赛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各级青年队的水平 就一定是在亚洲范围内处于顶尖的 国家队和青年队始终还是两个概念 而且即便你真的有足够强的实力 也需要去重视你的对手 要不然的话只能是像今天这样 出现一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这样的结果也是你狂妄自打 咎由自取得来的